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就是制作唐塔的棉布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棉布 然后用绳子穿起来 绷在一个画架上 这个是一种当地的一种黏土 这个是从一种树上取下来的胶 我们在制作这个画布的时候 通常会把这两种材料放在水里面 大概要煮浮半个小时 当把黏土还有这个从树上取下来的胶 煮浮以后 现在就变成现在的这样一个样子 有点像中国的那种石灰 然后等它冷却之后 然后再把这里面的石灰取出来 然后刷在这一个画布上面 然后要双面都要去刷这一组胶 刷了之后 然后再放在太阳地下 大概要晒一个小时 把它全部晾干 这个就是刚才是上过浆的这个画布 上浆的画布在太阳地下晾干了之后 我们会再用刚才就是熬的黏土还有塑胶的那种水 然后在这一个画布上反复通膜 通膜之后我们会把它放平 放平之后放到一个板子上面 然后用石头 然后用石头反复打磨 一直到这个画布的表面变得光滑 这个过程可能要重复三四次 然后才能把这一块画布打磨得非常光滑 这样才会适合去做画 当这块画布完成之后 画师会根据佛教的仪轨 然后在画布上画出 比如说现在这一幅坛成画出 一个坛成的一个底稿出来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一幅白杜姆的这一个画像 然后左边的这一个就是白杜姆的仪轨 它对这一个白杜姆各个部位的这个尺寸 都有一定的规定 然后所以一个画师在画这个堂卡的时候 他首先要了解这些佛像的仪轨 度量精而不是随手就这样画出来的 这都有一个标准在这里 在过去由于调节的限制 很多画师只能在山上去收集这种矿物原料 所以颜色也会比较单调 然后种类也会比较少 得于现在工业的分工 然后画师已经可以很容易获取到各种各样的这种矿物原料 这些这些颜料 都是现在这种工业化的工业化的采 得于现在工业化的采集 画师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想要的这种颜料 所以现在的堂卡与过去的堂卡 像比色彩更丰富一些 当我们要使用一种颜料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些颜料 颜磨成粉 然后再和干净的水混合在一起 颜磨 直到这种颜料 然后和这种水分 能完全融合在一起 然后这样就成了一个 可以使用的颜料了 当我们要画在做画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种颜料和刚才熬的塑胶 然后这两组再混合在一起 这个塑胶可以帮助这个颜料 很好的固定在这个画布上 这也是堂卡 上面的颜料很久都不会变色 也不会脱乐的原因之一 就是采用了这种天然的这种塑胶 把这个颜料固定在画布上 当把这个颜料调制完成以后 我们就可以在刚才已经画的底稿上面 然后涂上颜色了 接下来展示的就是画堂卡 所使用的画笔 这边的这个画笔的头 其实就像小刷子样的 是让画布上刷上对应的颜料的 这个画笔的粗 笔头的粗细都不一样 一般的来说 画师的等级也高 它会用相对更稀的这种画笔 当然这也要需要一定的绘画功底 这样画出来的堂卡会选得更加细腻 现在这个画师所采用的笔的笔尖 只有针尖粗细 这是因为在画这一副弹成的时候 需要勾勒出来的线条是非常细腻的 所以画师要用很细的这一个笔来做画 这样才能选出这一副 堂卡的细腻的一个部分 我们知道堂卡在绘制的时候 人物的脸部所呈现出来的高光和阴影部分是不一样的 一个出色的画师 他知道会怎么用绘画技巧 然后来表达这种高光和阴影 比如在绘制花瓣 还有树叶的时候 画师会在高光的地方 涂一些颜色比较浅的颜料 然后在阴影的部分 他使用的颜料的程度会更厚重一些 这样就呈现出来的画作 就富有立体感 在堂卡的绘制中间 黄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这种颜料 这个纸上面的就是24K纯金 然后这个小盒子里面的就是将这个黄金打碎之后 磨碎之后 然后用塑胶然后来调和 这样就可以直接做画了 在堂卡的绘制过程中 大家都可以留意到 不管是佛像还是里面的动物 开脸就是最后画的 因为开脸这一部分非常重要 它所呈现的是一个画作的根本的所在 所以一直到绘制堂卡的最后一步 才会去开脸 这个就要求画师有很高的功底 否则如果开脸不好的话 你前面画的所花费的功夫都会浪费掉 所以通常画师们都会在堂卡完成之前 把开脸留到最后一步工作来做 如果一副堂卡中间使用的黄金颜料来绘制 当把黄金的颜料涂在堂卡上面的时候 它是没有光泽的 如果想要呈现出这种金色的光泽 需要画师用麻辣笔 然后在这个颜料上面打磨 打磨之后 就会呈现出闪亮的光彩 这也是鉴别一副堂卡是用真的黄金 还是用金色颜料来绘制 真的黄金绘制的堂卡在打磨之后 会呈现出金属光泽 而天然的这种金色颜料绘制的堂卡 打磨的时候它的颜色会掉色 是什么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